现在全台都在三级警戒 像是室内五人 室外十人的聚会 是全部都得禁止的 不过在高雄六规区三河西的上游 警方竟然发现说 还是有十一位的年轻男女 在这边开心的戏水 而且都没有戴口罩 当场就开出了十一张的罚单 而群聚聊天当然也不行了 嘉义县警方查获群聚案 发现说有五个人聚在民宅内一起聊天 卫生局最后是重罚屋主三十万元 秘境里一大群人在溪水旁 穿着泳裤玩得可开心了 直到警方到场一一点名 得知每人都要被开罚 才知事态严重 这里是高雄六规区三河西 上游的蓝水坝 而这群年轻人无视禁令 跑来这细水消暑 不但都没有戴口罩 三女八男共十一人 明显违反群聚的规定 到达现场后发现 共有十一名的年轻男女在细水 本所立即当场自发 十一件告发 国内疫情升温 加一线五月二十九号 新增私立的本土确诊个案 但是却还是有人无视群聚的风险 看到警方一个个从屋内走出来 本以为是剧赌 到场才发现是五个人 聚在室内聊天 但这样也逃不过开罚 因为除了屋主之外 其他四人都住在不同的地方 等于都不是同住者 明显违反停止室内 五人以上的聚会禁令 加一线水上香 这起群聚的聊天案 最后屋主被卫生局 重罚三十万元 防疫三级警戒之际 任何可能的破口都不允许 华市新闻消息陈邦 谢于昕 嘉义高雄报道